近年来在大陆各式各样的明星养成节目风行 也有台湾艺人去勇闯大陆参加挑战 而大家关注到的是小鲜肉当道 有一些年轻演员因为作用高片酬 因此常常会引发争议跟批评 大家觉得演技还不够好 而这话题甚至延伸到了大陆两会的现场 终于就在今天 两位蜜蜂总教头的分队考试即将开始 学习韩国模式 大陆这个节目找来吴奇隆 谢霆锋当教头 一次培养一百个美少女 我觉得我是背着灯类过来的 而且我也可以打造出中国最好的女孩 另外这个节目找来高颜值小鲜肉 住在一起展开半个月的魔鬼训练 其中还有一位来自台湾 来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会上歌 或者是我唱歌还蛮厉害的 小鲜肉当道 通过网路直播互动快速累积粉丝 颠覆很多人对大陆娱乐圈的想象 出名的像是陆寒更能标出天价片酬 只空是非多 其他有些小鲜肉演技差爱迟到 态度不好等负面话题也不少 甚至进了大陆全国两会殿堂 演艺圈资深人士批评 又引来众多小鲜肉粉丝上网相挺 一来一往之间 至少证明了小鲜肉明星养成 在如今的大陆娱乐圈 话题还很热 TV新闻综合报道